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92天 昨天夜里,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 美国宇航局火灾数据显示 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莫罗佐夫斯克机场发生大火 根据火灾的位置,肯定有飞机被击中 除了莫罗佐夫斯克机场外 罗斯托夫卡门斯基区的油库也在昨夜遭到袭击,数个油罐起火燃烧 同样在昨夜,两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地区Tikarest的500千伏库本变电站 袭击造成火灾和空气断路器损坏,但无人员伤亡 根据美国宇航局发布的卫星图像 8月2日凌晨,乌克兰使用ATACS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俄罗斯S-400防空阵地 俄罗斯S-400防空阵地上的四个发射器和一台92N6Gravestone火控雷达被击中 俄罗斯方面证实,当天凌晨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空力量击落多枚乌军ATACS导弹和无人机 当地一栋建筑被导弹碎片击中,俄方极少透露几方军事设备受损情况 回到乌克兰战场 泽连斯基8月2日听取了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 要求优先关注交战最为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给入侵者最激烈的反击 泽连斯基在每晚例行事项讲话中表示 最激烈的战斗总是在那里 这个方向需要我们对占领者做出最强烈的反应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每个旅 每个作战单位,我们所有的战士都在那里保持防线稳定 尽管俄罗斯发动袭击 但仍然坚守着我们的阵地 在许多方面,这构成了我国整个东部的防御基础 在刚刚过去的7月 俄军将进攻重点集中在敦涅茨克州 由于乌军无法抵御大量的俄罗斯步兵人肉攻势 并且缺少防御制导炸弹的办法 俄罗斯人在查索夫亚尔、托列茨克和阿富迪夫卡以西 逐渐取得了进展 查索夫亚尔前线 俄国人已经几天没有进攻了 目前他们正在集结部队准备穿越运河 继续推进 托列茨克前线 Deep State报道称 目前俄军距离托列茨克只有100米 Deep State在乌军中有信息源 而他们的这个消息来自Voren 100无人机部队 后者表示战斗交战线正在澄清 但敌人肯定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 可能试图进入托列茨克 因此这个消息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阿富迪夫卡战区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经定位的镜头和可靠报告显示 俄罗斯部队正继续稳步向西推进 并占领了沃夫恰河附近的一个大型的乌军据点 这可能意味着乌军已从沃夫恰河东面的战场上撤退 此外 可靠的报告显示 俄军正在斯莱艾维卡南部推进 斯莱艾维卡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村庄 很可能将在接下来的二至三天内沦陷 总体来看 波克罗夫斯克前线形势看起来的确不太好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 主要目的是调动乌军 为其在顿涅茨克州的进攻创造有力条件 普京完全占领顿巴斯的目标始终未变 此前看到的一个报告显示 希尔斯基一共调集了八个旅的部队 增援哈尔科夫前线 这应当是顿涅茨克前线兵力显得不足的重要原因 第一涅薄荷左岸 一个俄军指挥所被炸 据说是F16小式牛刀 这个消息来自俄方 尚未得到证实 个人猜测乌克兰收到的首批战机 分别部署在两个邻国 一个是罗马尼亚 另一个是波兰 克里米亚方向 乌军昨夜用Hinworth袭击了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S-400防空系统的地点 摧毁了其发射器和雷达 俄乌战争爆发第892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170名 累计俄军58.18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4辆坦克 27辆装甲车 56门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一个防空设备 54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4个特种设备 击落52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3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第二艘乌克兰轻型护卫舰伊万 维霍夫斯基号 昨日在土耳其下水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海军司令内伊兹帕帕等出席了仪式 另一艘护卫舰伊万马泽帕号已经完工 目前正在黑海进行试航 乌克兰石油公司 在与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之一 卢克石油公司的合同到期后 按照乌克兰政府指令 切断了俄过境输油管道 这使得受影响最大且轻俄的匈牙利 斯洛伐克政府极为不满 最近狠话说尽动作频频 欧盟进入协调后 乌克兰解释了自身立场 坚持除非引进其他非俄罗斯石油 否则输油管道将继续关闭 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决定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天然气 但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捷克不受此禁令约束 以便让这些国家有时间寻找替代方案 对于乌克兰在与卢克石油公司合同到期后 关闭了输油管道 匈牙利 斯洛伐克认为 此举违反了欧盟 未让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 有更多时间寻找替代方案的决定 匈牙利70%的石油 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 而卢克石油公司供应了这其中的一半 乌克兰的断油措施 引发了匈牙利能源紧张 亲俄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 同样严厉批评了乌克兰的关闭过境 输油管道举动 表示 斯洛伐克无意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人质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表示 匈牙利将继续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直至断油制裁解除 西亚尔多还提到 匈牙利供应了乌克兰42%的电力进口 如果乌克兰继续一意孤行 匈牙利不得不停止向乌克兰出口电力 乌克兰正在从波兰和罗马尼亚进口更多的电力 且迅速恢复国内发电设施 至于匈牙利阻挠欧盟对乌军援 匈牙利心有余而力不足 匈牙利在欧盟的影响力微不足道 因此 匈牙利的威胁乌克兰不为所动 斯洛伐克方面表示 如果基辅不能恢复通过其领土的 来自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的石油供应 斯洛伐克将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柴油 不过斯洛伐克的柴油供应量 只占乌克兰柴油消费量的10% 乌克兰很容易找到替代供应来源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 乌克兰应该尽快恢复工油 否则斯洛伐克最终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报复措施 乌克兰在欧盟介入协调后表示 保证为所有不受西方和乌克兰制裁影响的国家 提供持续的原油运输 乌克兰将继续成为 欧盟在原油过境领域的可靠合作伙伴 此前多个信息显示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 可能替代俄罗斯石油 从乌克兰管道过境 欧盟拒绝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要求其帮助应对威胁能源安全的乌克兰制裁 引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欧盟的猛烈批评 然而并没有任何作用 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 岂能被两个青蛾小弟所绑架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因为俄乌战争利益受损 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欧盟要求经济补偿 但他们现在站在俄罗斯一边 就不能怪伙伴国无情无义了 现在轮到欧尔班和飞佐之流 焦头烂额了 我昨天影片中提到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8月1日 进行了冷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 在土耳其作为中间人帮助下 美国拜登政府协调德国 波兰斯洛伦尼亚 挪威多个盟友国家政府与俄罗斯 白罗斯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成功争取俄罗斯释放了16名囚犯 除了西方国家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外 其中包括没有任何外国身份的 8名俄罗斯异议人士 根据白宫声明和大量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为促成这次大规模换球 多次跟德国 波兰 斯洛伦尼亚 挪威政府首脑 当面协商和电话交流 这些国家政府首脑 几乎不怨而同地表示 正是出于对拜登的敬重 才不得不做出了释放俄罗斯特工的痛苦决定 美国媒体对此事铺天盖地的报道 客观上有利于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情 一些美国盟友对拜登促成此事推崇被制 似乎也是担心特朗普上台 有一帮民主党人一把 这8名获释的俄罗斯知名反战人士 现在全部选择留在德国 8月2日 他们在德国波恩召开记者会 宣布继续为俄罗斯实现民主和自由而奋斗 俄罗斯方面 普京亲自为获释的8名俄罗斯情报人员 以及一对获释俄特工夫妇所生的两个小孩街机 表示这是对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公职人员的激励 普京在街机现场表示 现在我想对那些直接为国家服务的人说几句 我想感谢你们对誓言 职责和祖国的忠诚 祖国无时无刻不铭记着你们 俄罗斯官方媒体 借机为普京歌功颂德 认为总统从来没有忘记 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们 无论国家付出多大代价 都会争取他们早日回家 如今依靠俄罗斯强大的国力 终于如愿以偿 俄罗斯此前公开否认 这些执行暗杀任务的俄罗斯公民 属于俄罗斯政府公职人员 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造谣抹黑 这次克里姆林宫不但公布了这些人 属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局特工的身份 称他们是国家英雄 而且由普京大阵仗亲自接机 在机场还举行了隆重的庆典 俄罗斯如此公然自己打脸 似乎并不在乎有损俄罗斯国家形象 看来他们自己非常清楚 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已经不能再坏 还不如借机激励更多炮灰 继续去乌克兰战场送死 我就特别佩服俄罗斯这种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顾脸不固定的宣传 更神奇的是 同一件事情 不管俄罗斯官方如何说 支持者都深信不疑 乌克兰的实验基地的无人机工程师 正在开发多种遥控机器人作战平台 这些平台的设计用途 包括武器运载 后勤支持 拖车 地雷层 排雷人员和自毁式自杀无人机 福布斯的文章还指出 俄罗斯防空网并不像乌克兰那么有效 大量军事设施 油库 炼油厂和变电站 被突防能力很弱的自杀式无人机击中 就是证明 乌克兰防空网持续变强 与西方支持者的帮助密不可分 包括星条奇报在内 多家媒体报道称 根据华盛顿和东京达成的协议 日本即将向美国提供一定数量的爱国者 防空系统拦截弹 美国则将库存导弹援助给乌克兰 相当于日本间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 俄罗斯政府为此专门警告了日本政府 防空很贵 乌克兰军队目前使用的各类防空导弹 单价从3万美元到370万美元不等 而乌克兰不断增强的防空网 很可能即将面临来自俄罗斯军队的 又一次严峻考验 俄军已经很长时间没对乌克兰 进行大规模导弹袭击了 俄罗斯军工业则在全力生产各类对地攻击导弹 根据往年的惯例 在冬季来临之前 俄军会再次发起至少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 导弹发射数量很可能会突破100枚甚至更多 攻击乌克兰已经严重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 俄罗斯军队近期持续的自杀式无人机袭扰 主要目的也是在试探乌克兰防空网薄弱点 这个冬天 对乌克兰人来说注定很不好过 大量发电厂和变电站已经被摧毁 尽管西方提供了支持 包括帮助修复能源基础设施和廉价电力供应 但相比往年 乌克兰人还是要承受更多黑暗和寒冷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同样俄罗斯人也要承受寒冷和黑暗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 已经提醒本州居民为这个冬天多准备一些柴火了 乌克兰军队同样已经开始攻击俄罗斯变电站等能源基础设施了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乌克兰自研的远程对地攻击导弹 也会很快参与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袭击中 其突防能力和破坏力 绝非战斗部只有几十千克的自杀式无人机可比 发起战争的大人物们小心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